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开户的人越来越多 港交所行政总裁林小佳表示 升港通万事俱备 只欠一声发零枪 枪不在我们手中 监管当局肯定会适时地宣布开通的日期 市场担忧特朗普上台不利于中美贸易 人民币跌至六年来的最低位 各位好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 我是黄伟 在上海问候各位 北京时间的晚间九点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 各位好 我是黄伟 现在的黑天鹅变成了白天鹅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带来的影响 正在被全球金融市场用24小时进行消化 昨天晚上到现在 欧美还有亚太股市都实现了V型的反转 A股也是借这个氛围进一步的上涨 再度刷新反弹以来的新高 那么具体来看 在今天早盘的股指是跳空高开 随后便开启了高位震荡的模式 市场的焦头快速冷却 两市震幅极小 午后股指维持窄幅震荡 收盘撬尾逼近了3200点 创业板在早盘一波跳水之后 快速拉起之后 便进入了窄幅震荡的模式 但是收盘仍然没有能够站上10天的均线 截止到下午收盘 护宗值涨1.37% 深城值涨1.16% 两市全天成交6546亿元 和昨天量能基本持平 中小盘值和创业板值 则分别上涨大约1% 从盘面来看 四新股股权转让 涨幅居前 黄金股全线回调 两市今天有超过70只 个股涨停 没有个股跌停 在股指期货方面 护身300 上证50 中证500 7只主力合约 涨幅大约都是大于1% 而在融资盘方面 截止到11月9号的本周三 两市的融资余额合计 是超过9228亿 环比上涨超过37亿元 分析认为 目前的创业板值 和中小板值的趋势 依旧偏弱 深圳城市 也没有能够摆脱 横盘震荡的区间 上证宗旨脱颖而出 是对通胀见底的一个回升 那么未来 新周期重启的一种预期反应 接着为各位来连线的是 上海证券研究所的 首席市场分析师 蔡君毅 晚上好君毅 那么市场今天是 创下了反弹以来的新高 你怎么来看 后市未来的市场的状况 那么外盘是以最快的速度 适应了这个 昨天的这样一个黑天 A股市场的话呢 昨天今天的话 直接一步高开到位 那么将昨天的阴线实体 全部包含 并且的话 不会不给空头 有任何的还手余力 从市场热点来看的话 大基建依然占取了 非常主导的地位 同时的话 有色金属 那么更出现了一个 领涨的这样一个格局 其他的热点板块 出现了一个分散性的 这样一个跟进 整个市场将以既定的 稳健的这样一个速率 逐次的朝四季度的高点 也就三千两到三千两百五十点的 重压区 进行进一步的挺进 然后投资在投资的过程当中的话 还是要进一步关注 整个市场结构性机会的轮动 好 谢谢军一晚间的观点分享 股市屡创反弹的新高 商品期货市场的同样也没有停歇 有色金属品种 接过了黑色系商品的接力棒 集体狂飙 截至到今天收盘 户铜户铝封在了涨停 户新上涨超过了百分之四 户签的上涨超过百分之三 户银涨超百分之一 那么相比之下 黑色系的走势则分化明显 除了铁矿石上涨近百分之九之外 正媒还有胶媒均收跌 值得注意的是 持续过热的市场已经掀起了监管风暴 政商所昨天再度发布了新规 自11月11号结算时起 动力煤期货合约交易保证金的标准 由原来的比例是调整为百分之八 涨跌停板的幅度由原来的比例调整为百分之六 这是政商所最近一个多月以来的第六次出手调控动力煤的交易 大商所也在之后发布通知声将会提高焦煤 还有焦碳品种的保证金和铁矿石交易的手续费 并且将会在周五的夜盘交易时段起 对焦煤和焦碳品种实施交易的限额制度 不过市场分析认为 煤飞色舞大涨的行情还会持续 中泰证券方面表示 去产能持续深入叠加需求端的超预期 导致供需1亿吨的缺口 在四季度将会集中爆发 这也是这次煤价逆转的主要的逻辑 国泰证券则继续看好煤炭板块的机会 认为政策调控对于煤价短期影响有限 煤价到2017年的1月前后都容易涨难跌 那么此外 证监会在9号下发了通知 要求各家的期货公司不得从事配资业务 或者是以任何的形式来参与配资业务 不得为配资活动提供便利 期货公司表示近期商品期货市场火爆 到期货公司开户的个人和企业数量 都较前期有不同程度的上升 资金入市规模也在不断攀升 就是这个市场行情比较火爆 客户感觉到确实有机会 做投资理财 做期货的投资 那么开户的人越来越多 证监会要求各期货交易所 对各种资管产品账户信息进行严格排查 以严厉打击利用资管产品账户 规避现仓的行为 同时证监会要求各期货公司 不得从事配资业务 或以任何形式参与配资业务 汤永强表示 商品市场监管力度加强 可以使得市场回归理性 接着我们再来关注深港通的消息 对于深港通何时能够正式启动 港交所的行政总裁李小嘉表示 目前的万事俱备只欠一声枪响 深港通和护港通的交易方式 未来的十年仍然会存在 是两地投资者重要的投资方式 现在是万事齐备 只欠一声枪响 枪不在我们手中 监管当局肯定会适时的宣布 开通的日期 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小嘉认为 内地与国际市场的接轨程度 仍然不足 但如果开放速度过快 则会带来相当大的风险 因此两地监管机构的互助 非常重要 李小嘉强调 香港不能单靠股票市场 稳定阵脚 需要同时发展债券 货币和商品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 今天表示 经过各方的积极筹备 深港通将会在短期内开通 从而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 和主要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地位 互港通开通以来运作畅顺 两地股市互联互通所显生的兑换 清算和流动性安排都运作良好 为开通深港通累积了可贵的经验 在港股方面 随着美国大选的结束 扫除了市场的不确定性 避险情绪回落 恒生指出今天是高开了接近2% 盘中的走势持续平稳 截止到收盘 恒指上涨了1.89% 暴在22,839点 而在互港通的资金方面 互股通净买入16.44亿 创下了两个月来的新高 分析人士指出 市场的焦点将逐渐转至了 美联储在12月是否会加息 会有一些干预的行动出来 所以日元这边我们看到 经过昨天的一个大的波动之后 那么目前也是恢复了一个稳定性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 稍后您将看到 市场担忧特朗普上台后 不利于中美贸易 人民币跌至6年来的最低位 中国商务部表态 无论谁当选美国总统 中美经贸互利共赢关系 不会改变 我们愿意继续与美方合作 推动互利共赢的中美经贸关系 稳定健康发展 双十一购物节即将到来 跨境购物成为核心增长力 全球卖家被货忙 日本の楽天が今回このような形で この一番大きなフェスティバルに参加できることを 非常に嬉しく思っています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老凤翔 穆斯健康睡眠系统 人生创新驱动力 2016第一财经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榜 再度起航 寻找本年度人生便饭 评选正式启动 长邀广大企业 报名参选 人生创新 是超过6年的地位 随后跌幅有所收窄 那么截止到晚上的7点10分 在岸抱在了6.7969下跌238点 跌幅0.35% 离岸人民币的走势较强 虽然昨天是跌破了6.83的关口 但是今天早盘强势拉起 重回6.81 截止到晚上的7点10分 离岸是抱在了6.8258 上涨了81点 涨幅0.12% 此外在岸人民币和离岸人民币 两岸的价差 也在进一步的拉大 超过了0.5% 创下了今年年初以来的最大的价差 交易员指出 因为大行卖压不减 而自营不敢接盘 客盘也因为远期购汇的限制 而买盘较少 导致了离岸人民币的大幅下跌 海通证券的江超认为 特朗普主张贸易保护主义 极力反对TPP 还有NAFTA 可能会对于出口造成不利的影响 不过苏格兰皇家银行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胡志鹏认为 那么接下来美元进一步上行的空间有限 随着美元指数的走势被抑制 将之前预测的今年年底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6.9 上调至了6.75到6.76 接着为各位来连线的是 摩根士代利华新证券的 首席经济学家张俊 晚上好张俊 人民币今天是跌至了新低 在背后有什么样的逻辑 你怎么看 是否和美国大选的结果有关 那么未来人民币汇率 是否能够持续地维持稳定呢 如果说未来的出口行业 受到冲击比较大的话 对人民币汇率的话 可能压力也会比较大 中国的将近40%以上的贸易顺差 是来自于美国 所以说未来对于美国出口的下降的话 必然会导致中国的贸易顺差的下降 那贸易顺差的下降的话 我觉得对于人民币来说 汇率来说的话 未来走势可能相对来说 就不是特别乐观 那未来的话 如果说美国经济好于预期的话 那可能美联储加息的这个节奏 可能也会比原来 步伐会更快一点 节奏也会更紧密一点 那这样对于就是 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来说的话 可能压力会更大一点 好 谢谢 而对于新一届美国总统 在选举期间的逆全球化观点 是否会影响未来中美贸易的疑问 今天的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 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 中美两国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 无论谁当选美国总统 中美两国经贸关系 互利共赢的格局不会改变 另外今年8月以来 人民币汇率对美元的汇率一路走低 但是中国的出口没有明显的起色 因此有媒体认为 中国的汇率贬值 对出口的拉动效果在逐渐转弱 沈丹阳对此说法进行了驳斥 他称中国政府根本无意通过货币贬值来扩大出口 人民币汇率更不是影响中国外贸的主要 近年来随着汇率市场改革的不断深入 市场在汇率形成机制中的作用进一步发挥 一个是人民币对美元双边汇率的变化 与其他主要货币对美元汇率的变化方向 是相符合的 第二个是人民币对一览之货币 和实际有效汇率仍然保持了积分稳定 新加坡新展银行今天发布报告称 中国开发商正在以比预期更快的速度 进行海外的扩张 目标市场更将由现实 以成熟市场为主 转为更多向东盟国家延伸 该行的分析员表示 现阶段的中国的开发商 对于美国地产市场的投资意欲依旧强劲 特朗普的当选主张低息环境 那么推动海外开发商海外投资的脚步 新展银行引述数据指出 过去三年中国海外房地产投资的 年复合增长率达86% 去年的投资额更达到350亿美元 开发商资金比例虽然只占一成 但占比将越来越大 因为特朗普本身他是比较主张 一个这个低息环境的 所以美国的加息速度可能会放慢 对于中国房地产开发商来说 其实是一个positif 因为这个中国开发商你知道 他们有很多美元债 如果美国的经济 大方向的政策没有大改变 经济还是在一个复苏的阶段的话 那他的这个房地产市场的 supply demand outlook 还是好过于很多 我们分析的其他国家 虽然市场的恐慌情绪有所缓解 不过业内人士预期 在特朗普正式上任之前的 这一段时间内 市场的不确定性仍有可能加剧 Markets were expecting a Federal Reserve rate rise interest rate rise for December those expectations will get lower those expectations will get lower as they drift lower they should create some short-term vulnerability in the US dollar but in the medium and the longer term Donald Trump has publicly said that he wants higher interest rates significantly this is bad news for the stock markets 此外业内人士预计 由于特朗普胜选所带来的 不确定性依旧存在 因此未来短期内 像黄金日元等避险资产 可能依然会受到投资者的青睐 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副院长 兼教务长丁远认为 特朗普的当选可能给人民币 一个喘息的机会 而这对于中国企业 全球化脚步的影响 还要综合评估 从中国企业全球化走出去 我觉得里面有很多因素 当然可能最近我们看到的 比较多的是 好像是出去买资产保值 或者是去做一些 全球的资产配置 来降低人民币贬值的对冲 我觉得这肯定是一条线 但不是唯一的一条线 专注于研究企业走出去的丁远认为 中国很多企业在目前 碰到转型的一个瓶颈 全球化收购海外的技术和产品 又是成为企业转型的一个重要借力 那么这个外力当中就有各种各样的 有一些是做得很辛苦 做代工做了多少年 他想直接去买一个海外的品牌 来提升他的业务水平 有一些是在技术方面 专利方面 也有些是想在海外控制一些中国稀缺的资源 把资源嫁接回中国 不过丁远表示 企业全球化需要的是专业和冷静 切记冲动 因为机会失去可以再来 但一道套牢却成本太高 接着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今天的发给网站刊发通知要求全面推进输配电价的改革试点 那么在目前已经试点的基础上 2017年将继续会在西藏电网 华东 华中 东北 西北等区域电网展开输配电价的改革试点 业内表示 作为新电改的最核心的环节 目前的各省地区的输配电的核价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未来试点的全面推开也将会为下一步的电力市场化改革推进 奠定基础 但是为了配合这一年的那个 商业护制购电和有些省的已经受电策换开 改革为了配合的改革呢 有些省的那个租金价格已经有基本框架了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博强表示 在整个电力市场化改革中 输配电价核定是最核心 最基础的一步 待其完成将为此后受电策等放开两头的 其他改革奠定基础 那真正难的应该在后受电策里面 真正难的就中断电价 今后在市场上怎么交易怎么定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 稍后您将看到 2016双十一购物节即将到来 跨境购物城核心增长力 全球卖家被货忙 全球市场大涨收复失地 希拉里希望特朗普能成为出色的总统 我知道我们还没有不均匀 那最高最确实的镭增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老凤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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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富中国思想的盛宴 由外联出国顾问集团冠名播出 继续回来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 我是黄伟 今年的双十一 全球购海外购 已经被各方的视为增长的核心动力 2015年中国跨境电商交易规模超过了2000亿 保持60%的高速增长 到2018年的交易规模将会突破1万亿大关 近期第一财经记者前往日本 了解正在蓬勃崛起的跨境市场 11月10号 正在上海家中备孕的朱小姐 收到了为即将出生的孩子购买的商品 这些商品无一例外来自日本 而这一箱只是它今年双十一的第一部分战利品 海购已经从拼运起变成了靠谱的选择 因为我觉得海淘就是可以买到很多 就是国外值得现代的牌子 再加上现在海淘也确实蛮安全的 就是之前是蛮有很多限制 现在我觉得这种已经解决很多 所以还蛮放心的 与此同时 在东京旅居日本多年的小陈 也很期待双十一的到来 随着跨境购的正规化 需求的稳定化 海外买手已经成为它稳定的第二收入来源 很多朋友因为知道我在日本 或者家人的话 会让我就是帮他们带一些东西 然后带久了的话 额外也会有一些收入 应该说爱好家 加上一些那个经济补充吧 买手零敲碎打的金货 可以满足消费者尝鲜的需求 但面对双十一这样的大考 稳定的爆款供应是必备条件 在日本企业授权是控制成本 稳定货源的最佳手段 而这一张张授权书的背后 考验的是驻日机构的跨国业务能力与耐心 中国企业的不断努力 也引起了日本本土电商的关注 日本最大的电商平台乐天 从几年前便开始关注双十一 2016年 他们更早早启动了双十一的促销计划 在乐天的东京总部 他们和中国合作伙伴 一起设置了双十一作战室 从传统大热的美妆 零食 到最新二次元手办 通通为中国消费者量身定制 提前备货 中国のW11は今や世界で一番大きな e-commerceのお祭りになっていると考えています その中でも日本の楽天が今回このような形で この一番大きなfestivalに参加できることを 非常に嬉しく思っています 作为合作中的中国团队 网易考拉海購 也将2016年的双十一 视为首个洋货双十一 在他们看来 随着消费升级的不断深入 中国跨境电商市场将迎来第一次波峰 随着他们对于全球商品的需求的不断提高 和对跨境电商这种购物方式的 一个逐步的一个熟悉 所以今年的双十一 是一个以洋货扮演重要角色的一个双十一 在具有亚洲之门美称的日本九州福岡县 記者见到了堆积如山的商品 影片开头朱小姐收到的包裹 正是由这里一件件包装发出的 截至今年十月初 从福岡的博多港向中国发出的商品 已经超过上百贵集装箱 双十一的战火 在十月的日本已经悄悄打响 只是不知道在十一月的夜晚 中国的消费者又会创造怎样的奇迹 中期前今天发布的汽车产销数据显示 十月我国的汽车产销量继续呈现了高速增长 但是增速已有所放缓 未来随着新能源汽车扶持政策的转向 新能源汽车的产销也将受到一定影响 在新能源汽车方面 十月新能源汽车生产4.9万辆 销售4.4万辆 同比分别增长14.3%和8.1% 其中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均完成0.5万辆 同比分别下降39.1%和38.6% 中期前认为 新能源汽车市场是典型的政策市 仍建立在高额补贴基础之上 内生成长动力没有形成 其中还存在一些问题 此外临近年底 小排量汽车购置税优惠即将到期 中期协方面表示 已提议政府延长固化购置税减免政策 预计年底前可以出台 一方面是希望国家有关涉足车辆 产品结构改进和优化 涉足有关节能减排等等相关性能比较平稳 1.6升过速器减半有助于引导产业 就有关小排量汽车的发展 也有助于引导消费者升级消费 ACCA与英国兰卡斯特大学今天联合发布了中国企业未来100强双年报告 报告公布了2016年中国增长最快且最具潜力的100家企业 报告认为这些企业三到五年将会成为全球巨头 从行业来看 这100家公司当中制造业的比例在明显下降 榜单中企业年均收入增长率达12%到64% 与国内和国际经济的趋势形成鲜明对比 此外榜单上计算机通讯设备行业所占比例最多 共有21家 ACCA中国政策主管前寓意认为 计算机和通讯行业也会像基础设施一样 成为国民经济发展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 通讯行业嫁接其他的一些传统行业 所以会有更多的创新融合和灵活协同 比如说我们看到计算机行业的快速发展 特别是大数据移动化智能化 以及云计算这样的一些新一代的信息技术的发展 给计算机通讯行业进入到其他的行业 甚至是改变或者是颠覆其他的传统行业 带来了巨大的可能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药文 今天的纪念亚航中国合作30周年论坛 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举办 论坛讨论了中国所面临的新旧发展挑战 包括公共财政改革以及生态文明等议题 亚洲开发银行的行长中卫武燕 在主题演讲中表示 随着总体贷款能力的提升 亚航有意增加对中国的贷款 亚航愿意通过项目融资和知识工作 来解决中国在经济社会和人口方面面临的问题 未来将会继续深化和拓展 与中国的合作伙伴关系 ADB has provided substantial assistance during the course of China's rapid development in these 30 years China has devoted large portion of its GDP i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compared with other Asian developing countries China has shown how economy can achieve very rapid growth drawing on market systems and open trade and investment relations with partner countries 多家银行相关人士透露 对于个人住房按揭贷款的差别化 住房信贷政策 监管部门较之前更强调贷款 这个贷款人信息等真实性的审核 同时呢 在发放个人住房按揭贷款的数量上 要求做到月度增量 环比下降 这也就意味着每月住房贷款的增量 都要低于上个月 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 稍后您将看到 全球市场大涨收复失地 西拉里希望特朗普能够成为出色的总统 你双手做多少个 我单手做多少个 如果王总以后不做投资的话 其实可以去卖一块 一战成名的周黑鸭 A轮就投资了6000万 我不喜欢那种被人淡漠的感觉 我希望别人重视我 11月12日半十点 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合伙人 王岑 做客波士堂 本节目由西班牙皇室用油 贝蒂斯橄榄油 独家冠名播出 公工匠出新 怀疑念执着 月光阔未知 2016中国最佳商业领袖奖 领导力值 特朗普胜选的黑天鹅只在市场飞了一天 那么今天的乐观情绪就重新回到了全球市场 投资者对于特朗普的财政刺激计划 可能拉动全球经济充满期待 而对美国业务的前景看好 则令得银行股上涨 金属价格上升则推高了矿业股 特朗普计划扩大基础建设的投资 令得铜价出现了三年以来的最大涨幅 多数的大宗商品生产国的货币走高 欧洲还有亚洲的国债则 随着通胀前景的消退而出现了下滑 那么欧洲市场方面的最新反应 我们来连线第一财经的记者王磊 下午好 王磊 好的 黄伟 总体来看今天欧股盘面相对积极 美国大选后对市场产生的溢出效应 进一步扩大 先来看一下银行板块 特朗普上台可能放宽金融政策 通胀利液上升 对35%利润来自美国的瑞士银行 和瑞兴银行股价的激励作用延续 瑞银股价大幅上涨8% 出现4年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瑞兴也暴涨超过了7% 由此推升了欧洲托克600银行指数上涨3.2% 触摸今年3月以来高点 另外高盛方面表示 特朗普执政后会带动美国基础建设 金属和天然气等需求会扩大 大宗商品价格应声而上 矿业和自然资源公司股价 纷纷出现2015年6月以来最好表现 币拓币和币拓股价大涨3.8%左右 自昨天医药股被市场判断为 美国大选结果盈利板块之后 今天辉瑞 艾尔根河 默克等医药公司股价 也延续了昨天大涨行情分别以7% 8%和6%的涨幅表现振奋 其他方面的消息 欧盟金融市场监管事务专员巴尔尼埃表示 欧盟的团结是重中之重 而英国脱欧的方式不应该是野蛮或幼稚的 目前各股指涨幅都有回落 富士100以番红下跌 王伟 好的 谢谢王磊的介绍 那接着我们再来连线东正期货的欧阳静怡 晚上好静怡 晚上好主持人 今日欧洲交易时段 WTI交投于45美元附近 IEA最新公布的月度报告显示 因为利比亚和尼日利亚的产量回升 欧佩克10月原油产量增加至3383万桶每天 目前伊朗产量已恢复到制裁前的 372万桶每日的水平 推动了全球原油供给增加 这也表明欧佩克内部主动减产的意愿并不强烈 阿尔吉尔协议能否履行 还要看多方博弈的结果 考虑到当前处于历史高位的欧佩克产量 预计承诺难以兑现 OECD商业库存在9月下降1710万桶 同期中国原油库存增加2970万桶 因此油市仍然面临较大的去库存压力 主持人 好的 谢谢 美国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希拉里 在投票日的第二天露面发表讲话承认败选 他还大度地向昔日的对手表示祝贺 并且呼吁大家给特朗普一个领导国家的机会 在丈夫克林顿女儿切尔西的陪伴下 走上台的希拉里依旧神采一意 首先他颇有风度地向新任总统特朗普表示祝贺 希拉里表示 面对败选的结果的确非常痛苦 这份痛苦可能将会持续很长时间 不过奋斗和努力并不会停止 虽然自己没有能够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女总统 但他希望不远的将来能够有人实现这个突破 随后奥巴马也在白宫召开了简短的记者会 向特朗普表示祝贺 对于希拉里的败选和民主党的失利 奥巴马表示一切都应向前看 奥巴马还表示 已经邀请新任总统特朗普前来白宫 两人预计将于今天会面 商讨包括气候变化 一改等议题 确保总统权力平稳交接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连线中国银行的交易员林飞 来介绍会市的最新情况 晚上好林飞 晚上好黄伟 欧洲交易时段美元指数继续保持强势 暂时受阻于99关口 暴于98.90一线 目前市场预计美联储12月份加息的概率已升至80% 受持影响其他主要分别货币沉压 目前欧元失授1.09关口 暴于1.0895 英镑暂首于1.24关口上方 暴于1.2410一线 日元交图于200日尊线 目前暴于106.80 加元沉压于1.35关口下方 暴于1.3485一线 黄伟 好 谢谢林飞 那美股盘前的最新消息呢 我们来连线住纽交所的记者葛维尔 早上好 维尔 早上好 黄伟 我们看到今天呢 这个三纳股指在盘前都是维持一个上扬的状态 目前道指期货上涨0.62% 标普五百指数盘前上涨0.59% 而纳指盘前更是上涨0.72% 那么由于呢 昨天道指也是收高在历史新高点位 明明今天开盘应该也是会持续的维持一个上涨的态势 今天盘前有多家企业公布财报 例如零售销售商Cost公布的财报显示 每股盈利80每分 照预期好出10每分 零售同样也是小股的好于预期 红电销量呢 则是出现了1.7%的下滑 不过分析师也认为说呢 这样的一个下滑是符合此前的预期 那么在股价呢 在盘前上涨超过6% 好 维尔 另外呢 特朗普在选战当中呢 多次的批评美联储 也包括美联储的主席耶伦 那么刚才呢 我们也特别留意到 特朗普在财政政策上的前景 已经待望了这个全球的股市 那么他的胜选 对于美国的货币政策而言 在你看来又意味着什么呢 好的 首先我们从短期来看呢 也就是说市场所展望的 12月份的加息 目前的大多数的分析师 虽然说呢 其他里没有当选 是出乎了市场的意料 但是目前依然有非常多的分析师 是赞成说美联储 将会在12月份继续加息的 同时呢 我们看到美联储主席耶伦的任期 将会在2018年2月的时候结束 而此前呢 特朗普也是批评说 耶伦的政策是偏袒奥巴马 以及是民主党政府的 而最新的一个消息是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称 特朗普的一位经纪顾问 就表示说呢 特朗普不会要求耶伦 在任期之前 也就是2018年2月之前辞职 不过呢 他也不会是向特朗普 推荐是提名耶伦 第二个任期 而是可能会考虑 与特朗普可能思路上面 更一致的一位候选人 来进行这样的一个 来担任这样的一个职责 好的 多谢维尔的连线 那么最后呢 我们再来连线的是 公行贵金属业务部的交易员 徐全翰 晚上好 全翰 好 主持人 今日亚洲交易时段 国际现货黄金开盘 报于1277.10美元 每秒四 随着市场情绪的集中释放完毕 盘中 国际金价始终围绕在 1285一线小幅震荡 而在亚洲交易时段的尾盘 国际金价最终是 报复于1286.40美元 在国际市场方面 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现货合约 经营的收盘价是 报约282.6元每克 较前个交易时下跌了 5.78元每克 而下跌幅度为2% 上海期货交易所 主力合约AU1612的收盘价 是报约283元每克 国内现价差 较前个交易时 扩大至0.4元每克 在经济数据方面 今晚将会公布 美国当周首次申请 失业金人数 请投资者多加关注 好的主持人 好 以上是今天 财经夜行线的全部内容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是黄伟 明晚见